各位,給大家看這段視頻 這個視頻發生的地方,我不知道 但看背景,看文字,諸如此類 這個是發生在西方國家裏面的 事遠有一個女人 在影片開始看到,她是拿著電話 一隻手拿著一個生果督 原因呢,根據全視頻給我的朋友說 她因為是過馬路士,闖紅燈 那時候,警察要抓她 她拒捕,拿了一把生果督出來拒捕 在過程中,她打電話求救 到底她打電話給誰,我也不知道 但警察雖然她打電話,沒有對警察做任何攻擊 在三次警告之後,她仍然不聽 結果開槍,把這個女人送上去 不知道是天堂還是地獄 那大家想一想,到底這件事 是不是正確的警察執法 在這裏呢,這就是西方警察的執法 如果大家這麼想香港學西方的話 請記住,香港都可能學習西方警察的執法辦法 如果大家可不可以接受呢 大家自己想一想 請記住,請記住,請記住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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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按摩